程耀金荡荡回来之后啊,跟自个儿的母亲老太太改善了一顿生活。 吃完了,程耀金心里想,下一步怎么办呢?我干什么呀?以什么为生计呀? 程耀金就跟老太太说, 您帮着借饼的王二哥他们两口子编耙子,这玩一张耙子卖多少钱?老太太说这耙子编一张啊,卖二十文钱。 哎呦,我这不是嘛,今天呢,我编了五张了,这第六张刚编了一半,我编完这六张耙子,我就交给王二哥, 明天就是班纠店的集呀,班纠店的集是一三五,他去赶集家,当着赶集呢,把这耙子带着给我卖了,卖完的钱呢,他给我带回来,就是这个。 程耀金说,行,你啊,这个编耙子这活啊,您就别干了,把这事交给我。 交给你?你会编耙子吗? 我?会!你想,我在监狱里边,这待了两年,你以为这两年就老在那屋里待着? 这监狱里边有时候也给我们找点活干,这个编耙子这玩意儿我学过。 程耀金其实啊,是撒谎,他哪学过编耙子啊,他把这个事看得很简单,我学过,您这半张耙子您编,您编完了,我瞧瞧。 老太太说,好,我编耙子您在旁边看着啊,您一编就给我提个醒,我一瞧就会了。 好,老太太把这没编完的半张耙子又接着又编完了,一张耙子编好了,这就是六张耙子。 老太太编完那张耙子之后,怎么样啊,你编一个我瞧瞧。 程耀金一看,老太太这外间屋里边放着很多竹皮子,小竹皮,很多编耙子的原材料。 程耀金说,您啊,您啊,睡觉去吧,天色已经晚了,您睡您的觉。 好,我在这外间屋,我就给您编耙子,您放心,这耙子我指定能编成了,编成了之后呢,明儿一大早,我呢,就送给您王二哥,让他挑着去卖去,我要是编多了,还不用他挑着卖去,我自个儿就去卖了。 老太太,你能行吗,能行,您放心。 老太太上里间屋去了,老太太睡了,老太太这一天比较劳累,躺在那个床上,一会儿的功夫就睡着了。 程耀金呢,在外间屋,他开始编耙子,把这编耙子这些原材料拿过来,模仿着他母亲那样,把这耙子猪皮子一根一根的摆好了。 这是竖的,又拿过来摆好,这是横的,又拿过那竹皮儿的,别往上捆的这机口啊,怎么捆的呢? 左端向右看,这捆不成个儿啊。 哎,我把我娘编这耙子,我拆一个,我看看,她怎么编的。 对,程耀金把老太太编那耙子拿过来一个,她气着咔嚓,她给拆了。 拆完之后,端向了半天,自个儿又在这儿开始编,还编不上。 这扣怎么记得,刚才拆得太快了,这回啊,我一点一点的拆,她把老太太那耙子又拿过一个来,她又给拆了。 这回啊,拆完之后,记扣的那个竹皮儿啊,原地不动,一个个都摆在那儿。 然后她在这儿不再编,她在这儿一编,拿过那竹皮儿就怎么玩,怎么绕,也记不成这扣。 这扣怎么回事呢,这回儿,嘿,老承啊,你她娘的真笨,就这么一扣你都记不上。 我再拆一个,她把老太太那耙子她又给拆一个。 一会儿的功夫,这老太太这六把耙子她都给拆了。 都拆完了之后,程耀金左摆棱右摆棱,左记又拴,怎么也记不成。 程耀金把腰一掐,站到外屋地方地一看,满地全都是猪皮子,全都是原材料。 程耀金心想,这玩意怎么办啊,啊,我娘编的六把耙子我都给拆了,我一把没编成,明儿个早晨起来,借别的王二哥要赶急, 我娘只是这六把耙子拿着急上去卖呢。 这老太太要是明儿早上起来醒了之后到外边一看,我把她编的耙子都给拆了。 这老太太得生气啊,得骂我,没出息,什么都不会干,白长那么大个子。 嗯,哎呀,老程啊,你真是啊,你不是干这细活的人呐,你呀就得干粗活,干点力气活。 程耀金想到这儿,他出来了,出来来到院子里头,想方便方便,到旁边方便玩了,一边系着裤子,一边往借比王二哥那院里看。 两架当中间隔了一道矮院墙,这院墙啊,拿土堆的,很矮。 程耀金一挺身的,这脑袋就在院墙上边,看到那边去了,程耀金往院墙那边一瞧。 哎,他一看,这边的王二哥两口子,人家是以编耙子为生的,明天早晨是急呀,人家那耙子早都编好了,打成了捆,弄成一副挑子在院里放着呢,当中间有一匾子在那淡着。 程耀金一看,那有两捆耙子,他这两捆耙子是五个一捆,一边呢是五捆,五五二十五。 两头呢就是五十张耙子。 程耀金一看,他这不有耙子吗? 啊? 哎呀,为了不让我娘生气呀,干脆我把他们家这耙子我拿过来卖了得了。 拿过来卖了之后呢,回来之后我再跟王二哥两口子再商量。 对,这可不叫偷,这叫没打招呼先拿过来。 我卖过来之后呢,把钱哪怕还给你,为的是不惹娘生气。 王二哥这两口子我知道那是好人。 嗯,想到这儿,这程爷一跨腿,院墙不高,他就跨过去了。 到了那边,程耀金把那匾的先顺到这边来,然后两边这耙子已经捆好了。 他一跨了,隔着院墙就扔到他们家院里来了,那边也扔过来了。 一挑耙子扔过来之后,他又一跨腿回来了。 程耀金把这匾的往两边这耙子壳上一插,撂到院里了。 心想,嘿,有这玩意行了,回屋睡觉。 程耀金一转身到上方屋,到自己这屋里边,躺在床上,睡了。 程耀这叫来得快,脑袋一挨枕头,这就打呼噜。 程耀金这呼噜打得开绝,生如海潮。 他睡得挺香,按说,程耀金这个爱睡劲儿啊,他这一觉能睡到大天亮。 和这老太太醒得早啊,四更多天老太太就醒了。 老太太醒了之后,摇打自个儿的屋里出来,心想,这阿丑耙子编了多少啊? 我瞧瞧,老太太来到外间屋,这外间屋也没有灯,黑咕咕咚咚。 老太太走出来就觉得这脚底下踩着全都是那些个猪皮子,吸着嘎着只响。 老太太心想,编了多少啊,也没看着耙子。 听那一屋打呼噜,老太太就过来了,一捅程耀金。 哎,阿丑啊,阿丑,快点起来,起来。 怎么着,哎,娘,怎么着? 我问你,这耙子你编了多少? 啊,耙子,耙子,嘿,嘿,编了不少。 娘,来来来,我领您看看,程耀金一翻身有打床上,就下来了。 下来之后,领着老太太就来到院子里头,用手一指,往墙根那地方。 您瞧瞧,我编了这么些,老太太一看,哎哟,老太太心想我这阿丑可真有本事。 我费那么大劲,一天我才编了六张耙子。 她就一宿的功夫,编了一条子耙子,好几十把呀。 啊,阿丑啊,这都是你编的吗? 对啊,我编的。 哎呀,阿丑啊,我可真没想到你有这么大本事。 那哥,您不了解您儿子,您儿子这两年监狱不白做呀。 呵呵,长能耐了,娘,您回屋睡觉去,我呀,不用王二哥代卖了,我自个儿挑着他去卖去。 那你要去赶集,现在可就该走了,天眼看就放亮了。 哎,好好好,我现在就去。 你要去晚了啊,找不着好地方,这耙子就不好卖。 哎,我知道,我知道,这您就甭管了,您回睡觉。 老太太转身回自己屋睡觉去了,老太太根本也没看看外建屋的地下放着那么多的竹子原料。 程晓芬,醒了,自个儿把腰中的一个带子杀了杀,然后来到院子里,先把院子门打开, 挑起这一袋猪爬,由大踏步,奔班纠店走来。 小爬村离班纠店就是二里半地,很近,当他来到班纠镇的时候,天已经放亮了。 这一放亮,赶集的人,有的三更半天就来,最起码四更天也都来了,为了这站里卖货的好地方。 程晓芬来的那边大街人一看,哎哟,没地方了,一看这有一空地儿,啪啪这爬条往里一放,刚一放那儿,旁边过来一小孩儿,这个小姑娘。 叔叔,这是我们家的地方,我们家在这儿卖辣椒。 嗯,啊,哦,这你们家卖辣椒地方,那好,我挪地方。 程晓芬挑起爬子条来,又走了一段路,一看这儿有个空地儿,夸, 把爬子条放这儿呢,刚一放这儿,旁边过来一老头儿,哎哟,这小伙子啊,这是我的地方儿,我是在这儿卖麻绳的,我哪个集业都到这儿来卖。 程晓芬一看老头儿,这老头儿不能说,哎,好好好,老爷子,您还接着卖? 哎,我不知道,我走。 程晓芬挑这爬子条来接着,左悬嘛又转哟,哪也没有空地儿。 他忽然发现,这儿有一绸缎庄,这绸缎庄啊,是三间门脸儿,绸缎庄的门口,这是空地儿,没人摆摊儿。 那当然没人摆摊儿啊,绸缎庄门口人家是买卖破户,不允许摆摊儿。 程晓芬一看这绸缎庄,忽然想起来,哦,这绸缎庄的掌柜的姓张叫张峰。 几年前在宝局上我跟他见过面,哦,这小子的绸缎庄,行嘞,我这耙子条就撂你这儿吧,哗,他把耙子条撂在这绸缎庄的门口了。 扁单抽出来,往旁边一立,耙子条,耙子捆就打开了。 程晓芬卖耙子还绝,他把这耙子一张一张的单摆夫哥在那摆着,有打绸缎庄的这头就一直弧形的摆到了这头,摆了一个耙子镇。 摆完了之后,程晓芬把腰一掐,抖着自个儿这耙子,然后用手一捋自个儿这红胡子。 程晓芬有个习惯,他只要一高兴了,或者是一犯愁了,就捋这胡子。 程晓芬这胡子还绝,咱说过他是秋然,红胡子打卷的,拿手一抓,往外一顿,能顿出老肠来,顿直了,顿直之后再一松手,这胡子自个儿还回去了,戴松紧的。 程晓芬一看这耙子摆好了,自个儿很欣赏,一拽这红胡子,胡子又回来了,程晓芬高兴,这耙子在这一摆,挺好啊。 他在这瞅着自个儿这耙子,这耙子挺乐,天一大亮,这班纠镇集上的人是越来越多了,人来人往的在这来回走动,程晓芬身后把这仇段庄开始下板了。 他说,七里哗啦,伙计出来把这个门板一下,然后把门一开,伙计出来一看,呀,一个这谁啊?怎么在我们的丑段庄门口摆上耙子摊呢?摆了一个弧形的,连个道都没留啊,这我们买卖还做吗?开不了张啊。 这伙计过来,哎,我说啊,这耙子是你的吗?程晓芬一回头,是吗?我的,哎,我说啊,你这个卖耙子的可真怪啊,你怎么跑我们这个买卖门口来摆摊来了?你说我往哪摆啊?啊?别的地方别都站上了,就这地方闲着,所以我就摆这儿了。 你看我们这儿闲着,您知不知道,我们这是买卖铺户啊,我知道啊,你是买卖铺户,你卖你的,我卖我的啊?我在这儿爱不着你的事啊,怎么着爱不着我的事啊? 您在这儿把这耙子摆的这一张挨一张,有上我们这里买绸缎买布批的,那进得来吗?怎么进不来啊?哎,我这个耙子在这儿一摆,他一卖不就从耙子上卖过来了吗? 买布就进你屋买布去啊?那也不行啊,人家帮你一卖,他不费事吗?干嘛费事啊?上你这儿来的都是半身不随啊?腿脚不利索啊?啊? 年轻的一跨就过来了,那算什么?我说啊,可没有这个道理,我劝您快点把这耙子收拾起来,啊?越快越好,要不然的话,一会我告诉我们掌柜的,我们后面好几个伙计出来,我们帮着你收拾。 什么意思啊?你想把我这耙子给连过起来啊?啊?连我走啊,我还告诉你,今儿个我就相中这地方了,谁也把我连不走? 我看你们敢动我这耙子一手指头,我就把你的手指头给你撅折。哟,这伙计看这小子挺横啊,他一看程咬金这张脸,尤其是一看程咬金眉头一皱眼珠的这一瞪,脸肌肉这一活动。 这伙计一想,这小子绝非良善啊,哼,好好好,你等着,你等着,这伙计一转身,上后院了,后院找掌柜子起来,这张蜂,掌柜子早已经起来了,在后院把这个院子打扫干净咯,正在那坐那凉会儿呢,这五月天啊,今儿有点热。 伙计进来之后,张柜子,你快上前面看看,有一个人把咱们这个买卖门口给堵了,摆上耙子了,这会儿咱们这个生意还怎么做啊? 谁啊?谁这么大胆子?你看,这小子我不认识,这就班纠店的机上,我从来没见过他。 是吧?我去看看,做好准备,跑这耍胳膊,他不看看我是谁。 嘿,真是罢了,这张峰站起来,脉步就出来了,来到绸段庄,这里头,他没出门,隔着这个柜台,他往外边一看,从侧脸一瞧,他就看出来了。 啊,他呀,伙计是谁呀? 成老虎,成老虎,他叫成老虎,对。 咬人吗?咬人?老虎能不咬人吗? 这怎么办?怎么办?没法办。 我告诉你,你还别惹他,他把耙子不是摆这儿了吗?就让他摆着吧? 这掌柜的为什么认识程耀金呢? 这掌柜的好赌。 当年程耀金在宝局上给人当看管,这掌柜的到宝局去赌去了,赌来赌去的这掌柜的就输了。 张峰这一输呢,当时跟那宝局的这个局东就说了,说我现在没带钱。 我呀,筹短庄的大产柜,我筹短庄有很多零锣筹短,我压四批钻子,算钱,压宝。 结果这四批钻子说压上了,又输了,输了当时那段子没在,他就说了,日后你们上我那个筹短庄去取去。 所以这张峰,有大宝局就出来,出来之后回家了,回家之后,输段子这个事他就不提了。 他不提了,宝局的局东就跟程耀金说了,说这个姓张的,眼耳无信,他说输给咱们四批钻子,他怎么这四批钻子到现在不给呀? 程耀金一听来活了,不要紧,他不给,我给您要下,程耀金就来了。 倒在这丑段庄,进屋二话不说,上货架子上,这就拿那段子,四批钻子搬起来之后,夹起来这就要走。 这张峰一看,说你是干什么的?程耀金说我是看报局的。 局东说了,你欠人家四批钻子,你输了就得给。 这张峰说,那都什么下的事儿了? 程耀金说不管什么下的事儿,你欠债还钱。 旁边的伙计过来,要拦程耀金,让程耀金左一脚右一脚都给踹着坐地下来,夹着四批钻子他走了。 走了之后,把这四批钻子交给那保局的局东了。 所以打这儿,这张峰就认识程耀金了,知道这程老虎厉害。 而且日子一长了,在这扳鸠店这镇子上,他一打听,这程耀金所做所谓的一些事情,知道这是这扳鸠店上的一位棍,什么叫棍啊? 就是不带胶弯的,非常厉害。 别看穷,穷的,有志气。 而且这个人很正义,但是你要惹了他,他还生死不怕。 所以张峰今儿个看着程耀金在这儿,滴滴的声音跟伙计说,别理他,你就让他在这儿卖。 他在这儿摆着扒子摊,那咱这儿还能开张吗? 那买布的,买绸缎的,还能过来吗? 真正是主顾啊,就能跨过扒子来,进咱这屋。 要是在这儿一走一过,想看一看的,那就不看呗。 咱们今儿个就算少卖俩。 哎,那好吧。 他们两个正在这儿议论的时候,这掌柜的呢,拿眼睛瞅着,程耀金,他想着转身进后院,怕程耀金看见他。 偏巧在这时候,他俩这一嘀咕,这一议论,程耀金在外边听着了,程耀金一回头往屋里一看,嘿。 他这目光跟掌柜的这目光正好碰的一块,这一碰,程耀金一瞧。 哎,我说,掌柜的,张掌柜的,听个好吗? 这张锋一个,哎,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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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呦,程耀呀,哎呦,我没看出来,我正在您这后脑勺这儿端一下呢,不信我这谁呢? 没想到是程耀。 他这一看见了,就得出来了,所以张锋就出来了,程耀,您,您出来了。 出来了,老主燕将新军登记,把我给放出来了,这不是什么,没别的办法,编耙子卖吧,我这是五十张耙子,今儿可挑来了,整个的集上啊,我一看也没有放耙子的地方。 不是,我要整那锦边上去,谁能买我的耙子,我一看你这门口不错,咱俩过去还认识,老娇巧,是不是啊? 所以我把这耙子摆在这儿,我把耙子摆在这儿,要在这儿卖吧,恐怕有点影响你的生意,是不是啊?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,你这是坐地户的买卖,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这儿卖东西,我这是偶尔的到这儿卖一回耙子,我这个耙子卖完了,我就走人了。 怎么样,行吗?行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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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业,别人不行,您还不行吗? 啊?在这儿说了,您刚从里边出来,您卖这耙子,我也知道,家里边等着用钱呐,在这儿卖吧,卖卖卖卖,没事,不过说您在这儿卖,我还跟您说,您需要什么,用什么,需要我帮忙,您尽管说,凡是我能帮的,我肯定要帮。 是吗?啊,好,既然这样的话,我就不客气了,你给我沏壶茶来,弄个椅子来,我在这儿坐着,旁边弄个茶几班来,我得放着,哎,展规的马上吩咐火,就给他沏了一壶茶,弄一个茶几百在这儿,弄一个椅子往上去撂,乘药金往上去坐,找展规的又要一大扑扇子,扇着,展规的心想,我们家门口家里一阵务,今儿个就别开张了。 感谢您的时间